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有一人能获得百万资金 以止唱片合约 而本周参赛者们将挑战艰难的一对一PK投态赛 蛤 又要PK 我不想要PK 天啊 那我竖听了 想知道我现在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刚刚佩莉给我的信用带断掉 我觉得我今天人是胸多吉少 各位观众 再见 希望未来的日子你 整个姿势还可以这样回去 在得知今天的比赛主题后 参赛者们带着紧张不安的心情 把握每分没了的练场机会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失误 将永远离开这梦想 而今天PK赛 预计淘汰三年 今天谁能顺利进展 超级星光大道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再度加入我们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其实每一次 大家看这个主持的时候 都觉得我们好像谢谢她很开心 但是从这一集开始 真的气氛会比较凝重了 因为上周我们才帮杨宗伟过完生日 大家还可以在摄影棚里面追逐 打打闹闹等等 但是就在今天的比赛开始 在座的是三位 马上就有三位要离开我们 变成真正的Top10 只有十位能够留下来了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 今天的PK赛将分为两回合 每位参赛者抽签决定自己的对手 第一回合落败者将进行败布PK 再度落败和立即遭到比赛 所以今天将有三位参赛者给比赛 本周的评审团 我们有三位重量级的评审 袁维仁 黄韵玲及Roger老师 此外还有音乐创作人手及佐安安 在比赛中他们会给参赛者 什么样的精辟健康呢 安伯镇 你要抽出你自己PK的对手 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哦 好 你希望是谁 安伯镇 杨宗伟 你希望 这个人很带众 他希望是杨宗伟 但是这一位也是实力很坚强 他们要PK我的妈 许人杰 今天的第一组PK 就抽到两位实力都很坚强的参赛者 走 暗伯镇有着相当浑露的嗓音 有些事情要求 而许人杰更是评审眼中的实力派闯将 才能看得中 两位实力相当的参赛者 在第一回合的PK赛中 究竟谁能获胜呢 一点点痛的感觉 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 承诺不算太遥远 遥远只剩一瞬间 一步步靠近中 再朝一步我们踏上永远 谎言让人太陶醉 陶醉在你给的世界 我不想不远不去承认我的执着 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 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 你不看不听不愿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不哭不笑只剩下沉默 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 谢谢 安伯正的演出 好的 来 许晏杰带来什么歌曲 不如这样 不如这样 好 掌声欢迎她 谢谢 天快烂了 你的心呢 她曾经属于我的 我该走了 你的手呢 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 每一件不得不放手的玩具 总算带来多快乐 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 只是一种选择 如果没好记忆 还算难忘 为什么 还会记得悲伤 不如这样 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 如果乖乖是忠不常 还有什么不能原谅 那不如这样 我们回到勇猫的现场 证明感情总是深淡 残忍的事 人会成长 不如这样 我们回到勇猫的现场 证明感情总是深淡 残忍的事 永远会成长 谢谢 许仁杰的演唱 好 我想这个马上就先请小崇老师讲评 两位的演唱 其实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 这个许仁杰 她的自信赢过了 安伯正 因为她那个表情 真的是非常融入歌曲 我觉得安伯正她的自信心 还要带磨练 我自己的感觉 但是两个在我心目中都蛮有实力的 好 这第一组我想说的评审 就面临了一个难题 晓玲老师认为 我觉得如果说直接要说出一个答案的话 我觉得安伯正的歌选的真的是很不好 对 我觉得这个歌并不能表达出她的唱歌的技巧 反而会觉得 就是不太能够捉摸到她的声音 尤其是在A段的部分 就是听不清楚的 那许仁杰她一唱出来的感情 她的态度其实都非常的明确 但是真的很难去用这样的 就说是谁不好 能够选到适合自己的 真的很难 想不到我们PK第一组就产生了这样子 一个非常两难的拉锯的这个场面 不过我们待会还是会有第二阶段的PK 就是说在第一阶段淘汰的六位 还是可以在桌队厮杀留下三位 三位必须离开 我们先来看看安伯正可以得到几分 十二十三十四分 好不算低 许仁杰可以得到几分 请评审给登 十二十三四十七分 在这边要恭喜许仁杰 恭喜许仁杰获胜 安伯正在这阶段被PK出局了 听到自己将对手PK出局的许仁杰 脸上竟然没有特别纤细的表情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最怕遇到的当然是自己同乡的安伯正 对 因为那种感觉 你死我活的感觉我很想 没错 所有的参赛者都跟许仁杰一样 除了有着晋级的压力 更背负要淘汰战友的压力 有着这样复杂的情绪 让今天的比赛充满着未知的变数 下一位出场比赛的 谢正庭 好 这位压力非常大的小弟弟 为了不妨碍他生长的速度 所以最好早点把他抽出来 要不然他在那压力很大 就这一支了 是不是